嗨,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 今天的主题是 韩碧楼住房心得分享 我很推荐 就是你去走走他的后面 因为他的后面就有点类似像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的住房心得 毕竟过完生日了嘛 那回来当然就是要分享 我的这个住房心得跟经验 先说结论 这个呢绝对是此生必住一回的 而且我下一次就是一定要去再访 这个是蛮特别的 我看那个他的住房设计跟介绍 他是Carrie Hill 设计师是澳洲来的 那他为什么会去设计这个韩碧楼 那很妙就是他们这个 相邻建设的董事长 爱正义 他就是韩碧楼主要的董事长 那他为什么会去找Carrie Hill来设计呢 很简单 就是他之前去住巴厘岛的阿曼 阿曼饭店 那他发现 哇,这个风格才太棒 我一定要把他就是 延揽来我们的台湾 然后呢 接下来的故事 你就可以在那个 韩碧楼的那个官方介绍里面看到了 反正他把他找来之后呢 然后他呢 就大概花了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然后把他建起来 那他的设计费开多少呢 九千万 蛮贵的 然后他说 当初只是画了几个直的线条 跟横的线条 说好的 我们的韩碧楼就是这样的style 那这是什么style呢 他说呢 韩碧楼是一池青潭 是一池湖水 所以他就是一个水平线 那因为附近都是群山缭绕 所以呢 他就是垂直的 这个房子就是有垂直跟水平线来构成 不是讲废话吗 所以赖正义就想说 怎么可能 你只是给我这样子简单一个草图 直的跟横的 然后你就跟我收九千万 那他就想说 不行不行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然后他可能就是后来 经过天人交战之后 还是认同了Karen Hill的这个设计 但是设计出来呢 的确是不同凡响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那一次的监造 就是完全遵照设计师的吩咐去做 所以他没有一丝的投工减料 所以呢 他的用料非常的实在 他说他花了什么半年的时间 运了不知道几顿 好像十顿的幼木 然后来这个韩碧楼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全部建造起来 所以他的确是大手笔去做 那我自己个人去那边体验完之后 我也真的觉得他真的是做对 因为他用的幼木 真的 因为他们可能有持续的在上漆 所以不会让他就是有那个 因为阳光晒久的那个幼木 其实是会坏掉的 所以他们的保养得意 所以我在他们的大厅 然后他们的所有建筑物的内部的走道 墙壁 全部都是幼木 哇 那个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他的用料的确是真材 他没有偷工减料 但是我们都知道 香菱建设呢 其实在台中没有非常好的好品 那之前要做秋红谷 然后把它挖了一个洞 之后呢 他就跟台中市说 我这个不行 我会亏钱 我不做了 然后就时间到 就还回去 那台中人都气死了 就说你到底在搞什么 就是你拿了这个建案 然后你最后就赔赔钱 你就不做了 为什么 因为你做一个台中的 类似像世贸一样 这样的展览馆 你会赔钱就不做 凭什么 对不对 那这就是浪费资源 然后后来呢 他在对面呢 他就做了一个香菱皇居 当初还找了一个 不知道是陈建兵还是谁 就是中国的隐心炎皇帝 然后来这边就是加持 听说大概卖了十多年 才终于把香菱皇居全部卖完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遏止的 好 我们不讲别人的坏话 但是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你可以去看Sway的节目 他会有一些详细的介绍 但是很令人意外的是 韩碧楼在他的手上居然大获成功 而且他开业已经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呢 他完全都没有褪色 完全都没有成就感 这二十年呢 他依然是香菱建设手上的一颗民族 这些建筑商呢 他们手上只要有一个成功的建案 他就可以不愁持穿 根据我了解 韩碧楼他除了在我们的约坛 有一个自己的本馆之外呢 他在青岛也有一个自己的分馆 他等于那边也有在建立一个分布这样子 那在南京也有 南京好像前一阵子开幕了 但因为疫情可能比较少 那当然青岛跟南京是不同的设计师设计的 但是他们用一个是非常相似的元素 不过我觉得这怎么样都没有韩碧楼经典 南京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他就是木头 石头 垂直跟水平线 就可以营造出这么惊人的感受 这绝对是其他的比较难去模仿到 但后来有非常多的建商在盖房子的时候说 我们就是韩碧楼的风格 因为这个东西大转 然后大家都爱去 落意不绝 你知道疫情期间真的是一味难求 他都几乎是满房 很惊人 你知道大家确诊数字破万了 但他们那边完全都没有 受到疫情的丝毫影响 接下来我们的司机 我们有问他说 最近这边生意都很好 他说对 在日月坛这里面只有两家饭店 完全不受疫情影响 一个是云品 一个就是韩碧楼 其他的就很惨 像我旁边有一个教师会馆 还是啥鬼的 盖的金碧辉煌像有一个金马桶 这次非常非常令人匪夷所思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怂的饭店 就是刚好在韩碧楼旁边 但是他生意就很差 就是时有时没有 但是韩碧楼的客源一直都很稳定 就代表说其实深受国人喜爱 非常非常的喜欢 这样子 当然可以再多聊一点 就是他的相关的历史典故 比如说以前是蒋公刑馆 然后改成韩碧楼 真的是这样子吗 错了 这叫攀龙附风 因为蒋公的刑馆当初盖在旁边是1940几年 其实是日本人盖的 然后他离开台湾之后 当然政府就直接接管了 那蒋公他在那边 就是在思考国家大策的时候 他的那个位置不是我们现在的韩碧楼的位置 而是后来有那个地主 他盖了一个叫韩碧楼的大楼 这名字很像 但是后来决定要出售 然后向林建设 爱正义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跟他negotiate 就是去做这个讨价还价 对方就是我要2.7亿 你如果少一毛我都不要给 那爱正义他就天人交战之后 他就觉得我是买了 那买了之后他就找这个设计师来做 那果然就是不出几年 他全部赚回来了 就是大赚钱 对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是事后来看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投资决策 有得于日月潭的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真的很不错 但事实上他不是蒋公行馆 因为蒋公经验馆在旁边 那所以我这次去 我是没有特别走过去 但是其实在那边 你还可以看到他当初在那边的生活的起居 然后接待的一些会所都还在那里 但是呢 我们现在所住的韩碧楼 其实不是当初蒋公在的这个地方 那他里面当然还有一些 也很有趣的典故故事 比如说总统于 那说之前蒋公很喜欢吃的 我想说你后来才盖的房子 对不对 那你怎么会知道说他喜欢吃什么鬼 对不对 这很明显就是 可能是穿着附灰 或者是说当初的厨师 他把他掩揽过来韩碧楼座 那你有可能会知道 或者是当地的人的传说 不然你怎么可能会知道说 这就是总统最喜欢吃的总统于 那还有一个美龄舟 这个宋美龄当初就是 茶不思饭不想身体不好 然后他们主厨就想说 那给你加一点甜的好了 哇就变成是一个甜舟 那宋美龄吃了之后 就食欲大开就狂吃这样子 那你觉得这个故事是合理的吗 我想说你认识宋美龄吗 那你怎么会知道他喜欢吃这个东西 那可能就是厨师传下来嘛 所以他中间有非常非常多 有趣的故事跟典故 你去里面行走体验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 那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这有趣的故事 好啦那我们就是要进入我们的正题了 这个房价的部分呢 其实他应该是20年前 最贵最贵的饭店 到现在还是一样 就是说他的价格没有改变 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在台湾住房 你可能问话东方一个晚上就一万多 你也都觉得还好 因为五星饭店就是那么贵 但你想想看20年前 20年前的新台币是比较贵的 现在比较薄嘛 20年前他的开价 一个晚上就是一万多 那你会想象说 这真的是全台湾的旅馆业的先锋 没有人开到那么贵 但是呢他开这样的价格 人家来住了真的都觉得是值得的 那他有分为低楼层跟中高楼层 那还有Villa 这三种不同的这个房价 低楼层的话大概就是9000多 面向日月坛 低楼层的话呢 你可能会被一些树梢树荫给挡住 你可能看不到这个湖井 所以他的价格比较便宜 或者是你没有买这个早餐或晚餐的 那你当然价格比较低 但如果你是四楼以上 六楼七楼 这种是比较好的view 所以你的价格就会比较贵 大概是一万九到两万之间 再下一个等级呢 是Villa Villa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100坪左右的 这个生活起居空间 有非常高的隐蔽性 因为它像是一个高墙 三公尺的高墙 所以别人看不到 它一个晚上要三万多 很贵 真的很贵 因为你一个月薪水 你可能就三万多 你怎么可能会去住呢 住一个晚上 把你一个月薪水耗掉 真的是疯了 但是我这次去体验之后的 这个心得的确是蛮不同 反向的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有这个价值 非常具有这个价值 那我这次使用的是 美国运通千账白金卡的升等 所以呢 我可以使用中高楼层的 湖景套房的价格 就可以租到Villa别墅的价格 所以我中间省了一万多块钱 这样子 那这次的金额是 一万九千三 再加上十趴 十趴的服务费 两个晚上乘以二 所以我付的钱是 四二四六零 就是四万块钱 但是我住了两个晚上的Villa房 这就蛮爽的 那不论你是低楼层 还是中高楼层 其实你的频数都很大 所以它为什么 就是没有像其他的 商务饭店一样 就是做的很挤很小 其实没有 因为它真的是要让你在这边放空放松 然后去享受这个湖景 所以它的饭店设施非常的好 空间也不会让你有非常大的 这种挤压的感觉 所以你在这边 你的确是可以感受到一些 平常在都市氛围 就是那种紧张感 你就可以在这边 你就一笑而散 那再来讲一下交通 就是因为在日月潭的关系 你不太可能 你从台中高铁站 你再住车 再开车过去 你那花一到两个小时 开车很累 所以他们有提供一个接送的服务 从高铁接到日月潭 一趟只要1800 来回就是3600 这个可以挂房账去结算 还不错 那你在订房的时候 就可以跟他讲说 你要预约这个接送服务 那他们就会派车来 听司机讲 就是因为我这次是礼拜一去 然后礼拜三回来 根本就没有人 所以我们就是包车 八人坐的车子 都没有人 就超爽的 那之前生意非常好的时候 他们听说一台车要骑八个人 好惨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觉得一趟 赖正义他真的是赚烦 这个董事长真的是很厉害 那你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从台北台中或是高雄 然后就是到高铁站之后 请他站过去 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我再提供给大家参考 check in 时间是下午三点 check out是十二点 所以这个时间 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讲 都会算是蛮多充裕的时间 早上吃完早餐之后 你还是有一些时间 可以去使用公共设施 或是在房间里面耍费 这是蛮不错的 既然它是五星饭店 其实还是有一些设施 是你可以用的 第一个就是日约坛的美景 你从你的房间 或者是你从 这个接待的大厅 他的lobby在八楼 庙不是在一楼 在八楼 然后你的住房是 一序往下 七六五四三二一 一楼的部分就是 无边际游泳池 所以你如果是住六楼 你就是搭电梯去一楼 然后就可以去玩水 然后结束的话 就是再搭电梯 回去六楼还不错 这是一个 蛮不错的一个方式 餐厅的部分有三个 有中式 西式 跟日式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 茶餐厅 就是他可以让你吃下午茶的 这个这次我就没有特别去 但是你如果去的话 他会都有送你一个 就是一壶茶的 免费抵用券 那你就可以泡一壶茶 然后在那边聊天 然后看景这样子 这次真的是很懒 我就没有特别去 中式餐厅 西式餐厅 这次有吃 但是日式餐厅 我没有特别去吃 所以下一次我应该就可以试试看 然后刚刚讲到泳池 三温暖 然后还有寒碧步道 在外面外围这一圈都还蛮不错的 那如果你有去下面的步道走的话呢 或者你要往老街走 你就是从后面的步道 就是过去比较快 如果你从他的那个正门下去 你要绕一圈 我很推荐 就是你去走走他的后门 因为他的后门就有点类似像 中国长城这样子的 铜墙铁壁的感觉 因为他是用那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花岗岩 就是比较深色的岩 然后他就把他对砌起来 就好像是民国时期 那个蒋东正在这边 还是戒岩 所以他在附近使用的时候 都会有宪兵在附近 就是站岗 要保护元首的这个安全 所以他的这个后巷的部分 他是用这种方式做出一个楼梯 他是一个石层楼高的楼梯往下 但是呢 他不会让你走路的时候觉得很累 然后他的这个间距 跟这个每一个踏街的深度 都设计了才到好处 然后你在往下走的时候 你可以慢慢看到 后面的湖边风景 他甚至有点像城堡一样 有一些凹陷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从那些城堡 那个缝隙里面往外看 其实那感觉真的很特别 你有兴趣 你可以追踪我的IG 我有放一些照片 然后我的线洞 也有放这些网美照 你可以看 哇 他那个一整片高墙 深色的石头 你在那边拍照 真的是超级网美 你就一定要去拍照 真的很棒 那你拍完之后呢 你再走回来都可以 非常的不错 这样子 那讲完了这个 整个饭店的设施 来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Vila 一般的湖景套房 其实大概就是 可能50坪 就是一个长条型的 Vila它有100坪 100坪到底有哪些东西呢 它有一个方正格局的 室内使用空间 跟室外的 那室外空间有游泳池 然后也有发呆庭 发呆庭 据说是美国运通 这些推卡人员呢 在推广大百的时候 必讲的一个亮点 就是员工教育训练 里面都有讲的 他那时候 他们在向我推广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那你有去用过吗 不然你知道 他到底有多厉害 他说 我没有去用过啦 但是我们的客户 使用过的心得经验 都非常好 就是觉得 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对不对 我自己这一次 去用过之后呢 我就可以大声的跟你讲 他讲的话是对的 但是他没有性情 但是如果我是 推卡业务的话 我一定会大力的推广 这真的是很棒 因为 它是一个长方形的 一个 类似像一个亭子 它里面有沙发 然后也有这个桌子 然后上面还有摆那个 莲花 那莲花当然是真 然后不是假的 所以他们会定时的 去更换这些植物 这个感觉非常的不错 就是你可以在一个 完全没有任何人 打扰的空间里面 你可以在那里看书 你可以在那里玩手机 你可以在那里睡觉 真的是蛮微妙 我从来没有就是在外面度假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感觉 唯一啦 我听我朋友讲 他是说 你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就有点类似 你去巴里岛住Vila 你去巴里岛住Vila 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但是呢 你在巴里岛住的Vila 又没有100坪这么大的空间 你在台湾 你就可以享受到 就是国外度假的感受 这真的是蛮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有去的话呢 非常建议你就是 可以在发呆庭驻足 多去感受一下 你在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环境 真的不错 它周围全部都是竹林 因为它除了墙壁以外 它还有用非常多的植物 把它种得高高的 所以其他人在外面是都看不到你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旁边有一个泳池 这泳池居然有1米5的深度 我是身高170 我过去我只能一个头 所以你真的可以在那里游泳 你知道吗 那你甚至在那里挪泳 你不能看到 所以就会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你在巴厘岛的Villa 你也可以多用 因为不会有人来打扰你 但是你在台湾就可以做到 真的是蛮妙的 所以我蛮喜欢的 那讲完了室外之后呢 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室内 室内的话 当然是King Size的床 那没有话讲 那它的这个棉被 也是盖起来非常的舒服 不会太重 也不会太轻 然后你晚上就是23度的冷气 你就是这样盖着 就是非常的爽 那Villa里面的冷气 是24小时开放 那除此之外呢 有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点 就是炉火 说真的 我们在台湾生活 比较少有这种 你自己的家里面 可以开一个炉火 然后就是 壁炉在那边 生活的感觉 但是他们有做到 他们的八间Villa房 每一间都是有炉火 那甚至他们的餐厅里面 都有炉火 天气冷的时候 他们可能都会开起来 有蒸的火在那边烧 那个感觉非常不一样 但你想说 那你不是要加碳吗 你要加木头吗 不用 它这个呢 它是完全都设计好 就是它是有瓦斯供火 然后 它看起来像木炭的东西 它其实都是石头 它真的火 当然烧 你靠近会烫 所以小孩子可能不适合来 因为你可能 就是随时就会受伤 但是呢 它的确可以营造出一个 非常非常 有情境 有氛围的感受 我就觉得非常的棒 那再来就是 它里面也没有那种炙光灯 没有非常亮的灯 你打起来就是昏昏黄黄的 你会觉得很放松 但是老人跟小孩 可能就会叠死 真的是这样子 很妙 那再来就是 它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个设施 就是户外的露天 洗澡的地方 那旁边有一棵树 就是鸡蛋花 鸡蛋花 其实它会有一些香气 如果它开花的时候 那鸡蛋花因为 中了20年 所以它非常的高 就超过你的 Villa的这个天花板 但是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呢 你就是在蓝天 白云下面洗澡 那有冷热水 晚上的时候 它也会帮你打灯 所以它是整个非常有气氛 我就觉得 他们这个设计 这个Carrie Hill设计的真的是 国际级等级 非常的不一样 那如果你不喜欢在外面淋浴的话 天气冷 你可以在里面 里面一样也是可以淋浴 然后它有一个 两个人塞下去 刚刚好的泡澡池 它给你预言 然后你就是可以在那边泡 但我建议你就是要提早一个小时放水 因为它真的放很久 好那没办法 因为可能山区那个水比例不太多 但是这个都不错 然后它的马桶是免制马桶 如果你习惯使用免制马桶的朋友 你在这边就有福了 就是可以PP可以洗干净 但缺点就是说 它不是用最顶级的免制马桶 所以它的力道可能就比较小 那没办法 因为饭件非常的老旧 那它有提供BOSS喇叭 所以你在整个环境里面 你可以放CD 怎么会放CD 现在它不是都是Wi-Fi直接连一点 或是蓝牙直接连一下就可以放了 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是20年前的饭店 所以20年前只有CD 我就问他们说 那你们这个有没有要去 就是upgrade一下 他们说饭店可能没有这个打算 毕竟他们现在赚钱跟赚的正夯呢 为什么要就是停业个几个月 然后把所有的器材翻新呢 但是如果有 可以让你就是用蓝牙去连上你的手机 去播放你喜欢的音乐是不是也不错 因为它的音响是BOSS 所以它的等级非常的高 而且非常有那个所谓的低沉的 这个中低音感 很不错 那如果你没有带CD的话 你可以去它的图书室借 刚刚没有讲到就是 它的公共设置还有一个图书室 可以去借书 可以去看书 如果你都没有要去借的话呢 你直接play的话 它就是他们自己有创作一首 属于自己的这个情境式的音乐 它没有人在唱歌 但是呢 它是非常有意境的 像是你在深山中 走在林道里面 那个碎石子这样的声音 那种低沉的 我觉得很好 但是我们听了两天就有点腻 后来我们就打开电视 我们干嘛呢 因为电视里面也是有一些 类似像这样子的音乐 就蛮好听 但它就不是BOSS播出来 那这一次很特别的是 这两天我几乎没有打开电视 因为我觉得电视真的是很吵 都是一些令人讨厌的新闻什么的 所以我们宁愿可能就是看书 看一下手机 但是我完全都没有想要把电视打开的欲望 之前在外面住宿的时候 都会很习惯的打开电视 让声音有一个噪音陪伴 但是在这边 你完全不会想要打开电视 你就知道 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讲完了这个住宿的部分 我们来讲一下餐食 餐食也许可以再花一集的时间讲 毕竟五星饭店的一个餐厅 其实我们都是讲一集的 这个可能我就没有办法讲得非常的仔细 因为毕竟我们整体的体验 实在讲完 这个有两个小时 谢谢 餐食的部分呢 如果你是住两天 你可以一天西式一天中式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你可以做不同的体验 那我们第一天吃中式 第二天吃西式 我跟我朋友两个人一个点 葷食一个点素食吗 素食的部分我都觉得没有问题 都蛮好吃的 他们针对素食者 的确是蛮用心在做的 那葷食的部分呢 我朋友吃的中式里面 他某一个套餐的某一个项目是有虾的 他觉得那个虾就是不新鲜 可能80分到100分的品质 素食可能都是90多都很好 但是在虾的部分可能不是很新鲜 所以就跑到80去 但是基本上都在水准之上都还可以 西式的部分呢 这次也很意外 素食居然拿到比较高的分数 因为我这次的主食里面主餐有一个烤杏包菇 那这个烤杏包菇它上面用了 类似像沙蝶一样的沾酱 这个沙蝶的沾酱它有非常多不同的层次跟口感 所以你咬下去之后呢 你会觉得非常的丰富 这是五星饭店 又类似像米其林的做法 那我很少吃到这个这么高级的东西 虽然说我最近开始吃了 但是因为我吃的还不是非常贵的价格 所以比较少这个东西 它这个西式也有用到一些西式的手法 比如说泡泡 像马铃薯他们 如果你最近有常常在看一些美食节目 竞赛节目什么 你可能就会知道一些那种米其林的 这个餐厅的做法 他们有时候会把这个食材 就改变它的外形 但是呢做起来像是原本的东西 就是米其林最喜欢做的这种手法 那所谓的马铃薯泡泡 就把马铃薯就是打成泡沫之后呢 把它放上去 那我的朋友他说 他一开始的荤食的套餐 一开始有类似像泡泡的东西 但他觉得他没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比如说你这个泡泡的视觉很好 吃下去有不同的感觉 然后甚至你还可以加不同的酸味 或是所谓的甜味之类的 他没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他就觉得说就是区域形式 有点可惜 那所以他的荤食 他自己就觉得 大部分前面的菜都不好吃 主食的部分他叫的是一条鱼 那个鱼的品质就尚可 所以来到80分 所以他可能是一个蛮挑的人 我也不知道 但是对于我来讲 我素食有的吃就好 然后又超乎我的想象 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早餐呢 如果你买的是便宜的房 他可能就没有付早餐 早餐一刻好像七八百 那晚餐一刻都是2000块加10% 所以如果你买的是有一博20 这个方案我相信比较划算 因为两个人 就是早餐加晚餐加 你就要多5000了 所以如果你选一个 比较便宜的房价 那你可能就是要步行去下面 到老街去吃那个饭 那我当然觉得 在饭店享用是最好的 他的早餐非常的丰富多样 他的现打果汁 真的是现打吃的到果肉 这是蛮好的 然后他的面包品质也非常的好 可送啊 看起来真的不怎么样 对不对 但因为他是比较酥的东西 所以他那个做的好吃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蛮困难 然后他的成品在那边 你再拿去再烤一下之后 抹一点那个奶油来吃 真的非常的不错 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那也有很多的水果 甚至有强麦面 然后他也有非常多的 这种稀释的凉点 这个凉菜的部分 你都可以做选择 那中式有一些烧麦 大概是两三个烧麦 让你选择 大部分都是荤食的 不过因为早餐素食 也是会有一些 所以我大概有中间 有一半的菜都是可以吃的 尤其是像那个美龄粥 他那边也有 他有写 他有放一个小卡 跟你讲这个美龄粥的故事 就是宋美龄之前 就是茶不吃饭不想 吃了这个之后 胃口大开 所以你要吃一下 那我朋友吃了一口就说 这什么东西 但是我自己就是觉得可以 因为他就是一个脉 然后就是一些甜甜的东西 一些燕麦的东西 可能有点牛奶 就是甜甜 豆浆 他有加豆浆 就还不错吃 但可能每一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所以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所以这个是你们 如果有趣的话 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他的餐食基本上都蛮好的 然后挑战吃完之后 基本上是九分饱 不会让你太饱 但是肚子饿 你跟他讲 他还可以再帮你多做炒饭 或者是你面包可以续 这基本上都是该有的 服务都是有的 附近有什么景点 因为他旁边 就是你从他的后门下来 之后他就是老街 那老街那边 就是也是一个码头 你就可以直接搭船去堵 我们自己就是买一个 五十块的连票 你就三个码头 这样子可以去绕一下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 另外两个码头 一一打扫 然后还有中间还有一个 是一个寺庙的码头 那边就是卖那个 阿婆彩蛋的 就是照片 其实我的心动都有分享 就是你就可以走一趟 然后就可以去游历 大概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就可以消耗掉了 如果你觉得连续两天 都在在饭店 是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些人都可以参考 附近还有一些 日月潭的茶厂 包括他们的红浴18号 就是日月潭的红茶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那你也可以在他们的 礼品部去买 或者是你到 他的老街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在卖茶叶 或者是你可以去他的农会 农会的超市里面 其实你可以刷卡 可以用LinePay 也可以拿到品质很好的产品 那甚至可能比 你在精品店买的还要便宜 因为毕竟饭店 精品店就是比较贵 好 这也是蛮不错的这个分享 那最后来讲一下就是 怎么刷回馈最高 平常 大概 如果你没有使用 美国运通钱账白金卡的话 你当然是 多少钱 你就要付多少钱 这是比较少去做折扣的部分 除此之外 你还是有一些信用卡 你可以就是考虑搭配的 比如说 永丰大户 现金回馈预期卡 它在旅游通路 有额外的5%加码 所以最高可以刷1200 然后拿到7%的回馈 就是多赚960回馈 回来 所以这个是你们可以考虑的 那另外一张是 联邦银行的幸福M卡 它是交通跟旅游通路 有6%回馈 所以如果你要买北高 来到台中高铁站的话 你可以刷这档卡片 那一个月可以刷8333元以内 都可以有6%回馈 这两张卡片是我自己 比较推荐的 那像这一次 我自己check out的时候 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 有嫁点酒 那我们有去这个精品店 买一些东西 那我都直接寄房账 那check out的时候 他就会说这边你可以看一下 额外刷的金额 那你就可以跟他讲说 我不要刷美国运通卡 因为你在check in的时候 他就直接刷了一笔你的房费 42460 我自己是这样子 然后再额外刷一笔 5000块的预扣款 因为他怕你就是 到时候你可能有些损回 饭店的东西 他到时候从里面扣 这是很自然的 就是所有饭店都会这样做 那你退房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说 我这一次额外的消费 我用另外一张卡平扣 我就用永风大户去刷 这个8000多块 我们额外做的消费 那这样扣一扣之后 其实美国运通卡 我赚到他的升等 折价的部分 那额外的回馈 我都算到7%的回馈 这也是93折 我就觉得很开心 所以你们也可以 透过这些方式 多在一些不同的卡片 那在结账的时候 依据你的金额大小 然后来做分开 来做结账是可以的 这是很不错的 结论 当我一离开 韩币流那一瞬间 我就开始想念 我真的觉得 接下来我一定要再去做一次 一样也是三天两夜 我就是要 就是再 再花个4万块钱 就是再来体验一次 然后那不会是短期 但是在 下一个年度之前 我一定要再来一次 这对我来讲 很开心的一个体验 包括就是 最后回到台中 我们回台北 还有点时间 我就跑去台中市去乱晃 哇 这就很不错 你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四天三夜或三天两夜的一个 城市小旅行 在国内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毕竟现在疫情不能开放 如果可以出国的话 当然 你用美国运通千账百金卡 可以做到更多不同的旅游游会 但在国内 其实你一样可以有 帝王般的顶级享受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 就是到粉丝也许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斗内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 都会在做节目 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